Hey yo大家好 我是阿远 今天叻 看到吗 我们的场景 是一个大家都陌生的场景 我现在在哪里叻 我们现在叻 又在了一个 民宿啦 没错 就是我们在 几个星期前 我们就 在FBFB租了一间民宿 然后这个民宿租来 是为什么那么突然去租民宿叻 因为 有12月份 有三个人生日 第一就是我啦 so 因为今天是10号嘛 我的生日是12月12号 然后还有另外两位的生日 所以我们就 直接租了一间民宿 在那边就一起庆祝了 一起庆祝我们这个生日啦 然后我们现在就 刚到我们这个民宿 刚到了差不多半小时这样 我们刚确认了 然后 哎 就这个民宿是有点扫兴的 天气有点扫兴 因为天气 现在在下着雨了 然后我现在在淋着雨 第二 这个民宿扫兴 为什么我讲这个民宿扫兴叻 因为这个民宿 它真确实是很大钱 然后我们这样租一个晚上 是两千多块马币嘛 然后 我们那时候叻 就有看到那个 Airbnb的留言那边叻 就其实有蛮多入住过的人叻 他们就 他们就给了 不是很耗评 OK 但是那些 那些略评叻 都是2022年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觉得 现在2023年了 一年的时间 一八年不是 我忘记了 二二年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诶 他可能已经准备了那些 之前投诉过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组咯 结果 看做人就是不要那么怪啦 不要那么反观 先给你们先听一听 他们现在我们这一班的一些留言 一 Anson讲 你要喜欢Anson讲 toktok 很像来到阿嬷甲 前级是这个阿嬷甲蛮有钱的啦 因为很大钱是确实的 然后第二是Stella讲的 他讲我干净睡客体 睡沙发 睡沙发 ok 所以让我 然后我现在给一给 我自己的评论啦 我觉得刚刚Stella讲 还要睡沙发 我觉得是蛮友善了啦 这个评论 因为我刚刚是跟他讲 我不会回家睡啦 首先你们看他的 他的整个 就是旧旧这样哦 ok 现在我们进去了 看这个门 这个门有阿嬷甲的feel ok 然后这个地上啦 你们feel不到的 我帮你们feel一下 黏黏黏的 瞎瞎 你刚刚讲多少钱了吗 两千多 不要讲 你先逼掉 现在才来 等一下才来 okokok 来 现在带你们来house tour一下 刚刚叻 其实因为我还没有开场 我是打算来到 Airbnb 才做开场 那我刚刚就跟他忘讲 刚开哦 我刚刚就跟他忘讲 我现在来到这边叻 我直接不想拍了 可是他们又建议我 要拍来吐槽一下我 吐槽一下 我们已经牺牲掉了 我们美好的 没有讲到完全集团 但是至少我们采了要嘛 采了要 所以就把我们experience 分享给大家 okok 哇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看过 这个没有看过 有poker的 有麻将的 OK 恕不宜迟 行李照一下我们搬家 然后他的外面像而已 行李照一下我们搬 真的吗 蛤 我为了找回我的笑容 我愿意我 呵呵呵 你要找回他的笑容 可以吗 一人家都一百块 没有 一定要找回他的笑容 你出完 哈哈 我一直要 我一直要 是不是 站着没有 我ok我ok 你们看到吗各位 这边有光线 你们这样看过去 你们就看到了 是 你看他的地上 看到吗 整片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讲这个地上黏黏了 你看 哇 老尾 你看 ok 来 我们的演示一段很突然的 来 怎样 你看 你看这个是上手 喂 哈哈哈哈 这边里面是什么 这边里面我还没有看到 哦 厨房 ok 我觉得他整天家 应该是他厨房的地上是 最不错的 哇 ONI 你跟我一起来 ROOP TOUR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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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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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起送啊 我没有找他这样子 你咧 我没有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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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认识这样多年 都不够我跟Crystal认识几个月 我刚刚讲的吧 我老尾 谢谢你啊Crystal 啊 我现在 我现在有发现到哦 什么的啊 阿嬷叫他那个生日的礼物咯 贵哦 我朋友有钱咧 最近不是Gucci就选掉了咧 讲真的谁的 今天是六哥成日咧 我知道 但是我送你他的礼物还没有到 ok 明天咧 早上咧 我们就会在那边吃个美丽的早餐 吃好早餐过咧 我们去看一下美丽的美景 啊 吃好早餐 哇 然后在这边看一下 美丽的美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我太大咧 生青苔 然后你看那个 青苔 那个屋顶 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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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哇 真的是 可以用无言来形容啊 还可以租到这么多 还可以租到那么多 这个才是 他的点 然后咧 现在 我们大家咧 就决定要 马上就check out 然后我们要 马上再租另外一间民宿 然后我们在一起 全部把东西搬过去那边 不然的话 我们的一年一次的生日 就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很开心 然后 我们今天又 租了很多那个 电影角色的打扮 然后我们是打算要在那边 就是有一个 美好的回忆这样 可是这个 Airbnb 就不是很美好的回忆啦 然后我们就 打算要 换一下 然后 大家也玩得比较开心 来 什么事 我跟你讲啦 OK 你要开冰箱 蛋糕来 我来 放冰箱 OK OK 有没有 安格咯 想真的 喂 我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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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开到冰箱的时候 他已经出来一半了 哈哈哈哈 有安格在那里面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已经出来一半了 哈哈哈哈 试一下 你有想过今天 的content是这样子的 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 哈哈哈 OK各位 已经过了 大概半个小时 我跟大家隆重宣布 我们认兵 我们 六个字 既来之 则安之 OK 刚刚我们就有问这个 屋主 我们能不能退款啊 因为我们觉得 这边的环境很糟糕 然后我们想要换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讲 还要去问他的老板 问到现在 还没有给答复 然后我们也觉得 我们在那边拜拜等了 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也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 既然都来了 这样就直接在那边玩 你看这个厨 还是要讲 看这个厨 你看 开不到了 然后你看里面的老鼠屎 我们现在 在准备要拍电装的video 就像刚刚我给你们讲到 我们有做了一些 电影角色的一些 装办 现在我们就要拍一个 电装的video 如果这video顺利的话 出来的话 你们可以去阿旺那边看 登登 这个是谁 你们猜的到吗 猜到 很明显啊 很明显 这个是谁了 叫莫名了吗 Deadpool 啊 Deadpool 黑豹 黑豹 白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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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豹 然后 看不到啊 你们看不到啊 你们看不到啊 蚂蚁仔 看不到我的啊 M-Man 你们看不到我 你们看不到我 我这样好像蔡国人啊 这个头发哦 其实算不错了 因为哦 我原本不是戴这个的 你换 你换 原本是戴这个 你换 你换给我们看 你们看上去过后是什么感觉吗 你换感到他 我不要给他们看 你换 你换 好了吗 卡达山 你换 WHADEELE ok 所以这个头发叻 就 比较搞笑一点 虽然讲那个也是搞笑 但是搞笑程度稍微降低 ok 这两个 Harry Potter出来了 嗯 全场最美妖的 大家 全场最有偶包的 两个人 KAMIA 帥帥不料 是拉 偶像包袱很重了 这两个 哇噠 不知道咧 咒语会吗 小丑女 哪里要滚 放在后面 不错不错不错 蛮适量的 我要找我的Poolin 今天没有Poolin 我本来是要扮演 本来是要扮演 什么叫吗 Poolin 是吗 可是 他的造型没有我的Poolin Poolin Poolin 现在已经半夜12点55分了 然后我们刚刚一整个下午我们在干嘛咧 我们其实拍有很多很多的影片 然后就 纪念了一下大家 今天这一身cosplay的打扮 然后 现在就是12点55分 大家刚刚才拍完影片不久 然后我们大家也去冲个凉 现在全身就很轻爽很舒服 然后咧 我们的派对咧 从现在 才正式要开始一点钟了 才正式要开始 所以我不懂 今天因为晚了几点了 因为我现在最近已经是12点多一点睡觉了 所以 今天 被迫营业 然后刚刚咧 我们就在那边咧 今天就吹了生日蛋糕 阿王就在那边做了这个 他做了这个布条在上面 阿王还特地跑去做那个布条 然后还特地放我的名字 放华语字 因为他就是要那种很老土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选了红黄的配色 就是要那种uncle style 所以 刚刚就吹了蛋糕 然后 也唱了生日歌 可是刚刚 我竟然忘记了 我今天有拍vlog 所以刚才那一段 唱生日歌呢 我没有记录到 因为 太久没有拍vlog了 各位 现在是我们大家都喝醉的片段 我记录一下大家喝醉了的样子 看阿王喝醉了的样子 大家都醉了 大家都醉了 哇 很久没有看你们两个一起跳舞了 各位 我们现在 我们都喝了 蛮多杯酒 所以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一点 亢奋的状态 包括我一次 然后 Cherry跟Anson 丑林把他们 塞出去 不要理啊不要理啊 他最好吃的 他们去打包臭豆腐 然后他们打包臭豆腐回来 就我们就有人吃了吧